對 關鍵時刻 好 那吳醫師 那我們在吃的東西的話 有沒有什麼我們在自己家裡面 可以做的一些食補的 可以讓過敏的體質稍微緩和一點 有一些藥膳可以介紹給大家 那今天的藥膳其實很簡單 我們用的是我們傳統的一個藥膳 那我們用的材料也是 有一個就是核桃仁 小朋友應該會喜歡 就是長得很像這個 很像腦 不是說是健腦的嗎 健腦的就是我們叫補腎健腦的這個部分 然後它有增加這個記憶力的 其實我們剛剛說 有些病人它本身是肾虛的 所以我們用的這個 老人家 小孩子又是比較抗 比較會讓你敏感 比較不會那麼發作 然後我們加了一個 會入我們的肺精的杏仁 杏仁 對 肺很好 對 這個我們都可以把它 就把殼都弄掉了 然後加上這個 我們用這個就是電鍋 把它蒸熟之後 或者是炒過之後 它熟了以後 我們用的方法比較 因為有時候小朋友這樣吃 它的劑量比較不好控制 所以我們用的是就是 把它蒸熟了以後用果汁機來打 然後加上這個 也是潤肺的化痰的一個蜂蜜 蜂蜜 對 這樣 好 那我們來做做看 對 那我們先把這些量 把它放進去 很簡單 這個 大概就是三五個放進來 大概小把 好 這個也可以 對 這樣這樣子 當然有時候媽媽也可以吃 所以我們今天就把這個 全部把它放進去 所以媽媽跟小朋友 如果一起要吃的話 好 會量還多一點 因為它其實有些人是 通常都有遺傳 你也要來哮喘 媽媽有 媽媽也有 對 然後我們再加一點水 好 水 加點水 然後加點蜂蜜 蜂蜂 甜甜的 甜甜的 這個大概就是30克左右 好 全部加進去 那另外這是什麼東西 那是薑汁 薑汁 薑汁可以平味 化痰 可以植藕 可是小朋友吃這個 有薑的味道會不會害怕 所以我們不是弄那麼多 所以加一點點就夠了 對 我們大概用20滴就可以了 好 來 好 蜂蜜會比較重 待會兒我們再放 我們先把它打完 最後再放就是了 好 我們來打打看 先把蓋子給蓋了 不然它噴出來 對 好 稍微打一下就可以了 你會發現它做起來 有點像奶酪 很香 對 然後我們就把它 放在我們的杯杯裡面 好 把它倒出來 所以薑汁不跟著一起打 最後再放進去就是了 對 好 觀眾朋友在家裡面 可以打得比較稀一點 對 因為我們節目時間的關係 對 可以把它的綿密一點這樣 然後我們再加了薑汁 那如果我們再加了薑汁 我剛剛有這個小湯匙 好 用個小湯匙 就是我們那個 喝咖啡攪拌的那個 那大概就是 如果是像這樣子 都一小湯匙就可以了 因為它的味道 我用的是生薑老薑 真的 對 小朋友恐怕沒有辦法 喝那麼多 就一點點味道 這個就是 所以它的作用是什麼 因為植藕花痰喝味 對 然後它也可以定傳 好 好 那我們就請 然後再攪拌均勻一下 好 我們就請在場 過敏非常嚴重的瑞琳 幫我們喝看 是 我大概 對 我大概滋力會 比較深一點 過敏滋力非常深 過敏滋力很香 喝起來怎麼樣 因為還沒有 沒有把它打得很碎 不會 現在也有搖桿 有嚼勁 有嚼勁 而且它的味道很濃郁 不會很甜 我倒建議有點顆粒會比較好 所以小朋友 要直接喝 媽媽可以在家裡面 做這個點心給小朋友吃 但是有一個蛋酥就是說 這些就是 我們這個核桃仁 在這個路上 這個路肺 然後蜂蜜也可以潤腸 所以如果你正在拉肚子的時候 就不要吃喔 拉肚子的時候不可以吃喔 因為如果 核桃仁5克 杏仁5克 蜂蜜30克 蒸熟之後 加了生薑汁20滴 就一點點佐料就可以了 我們大概就 大概1cc到1cc半 也不用太多 每兩天吃一次就可以了 大概連 如果你正在發作 或者是說覺得 就是常常大便不順的 你可以每天吃一次 大概吃了7到10天 這個是OK的 連伏5到7次 但是要注意的就是說 如果你在拉肚子 就不要吃啦 另外還有一個是喝的對不對 喝的 這個就比較不具體質 因為它不會讓你拉肚子 而且平常就可以當茶喝這樣子 這個藥材 另外我們有加了一些 我們說的這個紅糖 簡單來講就是有一個 大家比較明熟 要知道的就是我們的黃崎 對 黃崎 常常都講到 因為黃崎它有一個特色就是 它會跟我們的這個 胃外之氣 就是跟這個 這個衛生的胃 但是不是這個腸胃的胃 也就是說它可以保衛 對我們身體的這個氣管 或者是我們說在毛孔這個部分 這個跟它的這個 汗的流失有關係 然後這個部分是黃崎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的防風 防風 所以這是在中藥行 可以買得到對不對 對 這個防風現在占很多 因為 長這樣 有別的替代品嗎 抗過敏 現在什麼東西都長了 抗過敏 要跟我們量少一點 防風 對 就一千到三千 好 我們來看看 這個抗敏茶飲要怎麼做 材料百合兩千 防風一千 烏煤兩個 生甘草一千 這個不用太多 所以現在這個藥材 加廢水500CC 泡10分鐘 廢水就是煮開的啦 或者是現在正在冒的 放進去 你用泡的話 大概就是泡個10分鐘 好 你在公司裡面 可能不方便的時候 還在那邊煮 就用泡的就好了 泡10分鐘可以喝 或是大火煮開 大概用小火再煮5分鐘 好 去渣之後 加冰糖或是蜂蜜 就可以喝了 就是我們這個茶葉 但是剛剛那時候 要放溫了再喝這樣子 好 要放溫了再喝 就是這個啦